指揮中心是呼籲要落實居家檢疫 但各地還是不斷地傳出違規事件 在宜蘭是有一名男子在居檢期間 跑去朋友家過夜 被重罰了一百萬 卻失聯欠缺 而臺南也是有民眾不願意繳納罰款 所以結果名下的車輛就被查扣了 目前全臺累計是有一千三百九十件的違規案件 裁罰金額是來到了一億七千多萬元 行政知情署是在今天就宣布 將強烈地執行防疫案件 只要欠缴十萬元一律限制處境 拖吊車將機車吊掛上車 接著一旁轎車也被拖掉 臺南有民眾因居檢期間外出而挨罰 卻不願繳納欠款 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二十七號到他的住處 查扣機車跟轎車準備擇期拍賣 我們就列為本波執行的重點 事實上全臺各地都有不少居檢民眾違規欠款 宜蘭一名男子居檢期間去朋友家過夜 被重罰一百萬卻搞失聯 遭行政執行署限制出境 並將具體道案說明 而臺北一名美籍人士被罰二十萬 卻沒錢繳納 經執行署人員勸導同意分歧攪親 隔離或檢疫違規除要集中檢疫 還要面臨十萬到一百萬罰還 但高昂代價下違規事件人頻傳 二十七號晚間高雄沿城又傳出 有居檢民眾違規外出被抓包 衛生所及警方登門查訪 將其送到集中檢疫所 根據統計各縣市到二十六號為止 違規裁罰案件共計有一千三百九十件 累計開罰金額高達一億七千七百六十 八萬餘元 其中有五百六十八件已繳納 為繳納的件數中有四百七十五件 已經移送執行 而因欠缺罰還被限制出境的人數 總計有一百零八位 其中八十二位是本國人 二十六位是外國人 行政執行署二十八號 宣布即日起針對防疫案件 強力執行 疫情升溫 加上過年返鄉潮 讓民眾陷入焦慮 中央及縣市政府除了加強各項 防疫措施 也呼籲居家隔離 檢疫及自主管理者 務必遵守相關規定 以免埃法還成了防疫破口 記者陳寬宇 許正俊綜合報導 視頻的視頻報導